从心到物到外头 所以我们弹琴最终的目的 是要得化宇宙的至善 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孔子说真美善 不是真善美 是我们现在有真才能达到美 有了美它最高的境界才是善 所以他讲听五月 敬美意未敬善意 听韶月敬善又敬美 所以就到了最高的善的境界 所以我们弹琴也希望 能够终极到一个至善的境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ا 是这样子 因为我大哥在纽约是画画 他是画家 所以在他家里有一天 听到了他放了一个录音带 一听这个是什么声音 后来我一看原来叫古琴 后来我深深地被这个声音所着迷 后来我觉得这个琴 好像就是我搞音乐这么多年 想要再寻找的一样东西 一个声音 所以后来就了解到 它是我们中华传统的乐器 所以就这样子才第一次 是先听到声音的 然后才慢慢认识古琴 然后从声音以后 我就想了解它 然后看到它的造型 然后看到它的文化背景 后来想说还有琴谱 原来长得都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我只是听音乐 也没有古琴 也没有老师 也没有想说要学 但是就是深深的吸引 但是因为基于好奇心 我想知道更多一点 所以呢 我就透过朋友 帮我买了一床明代的古琴 然后我就拿着有了琴 那还没有谱子啊 那那个时候天说Boston 那个燕京图书馆 就在哈佛大学里面 有一些我们古代的善本书啊 那我就坐着火车从纽约到Boston 去燕京图书馆 要求他们的同意 我就站在那儿把明代清代的这些他们收藏的琴谱 全部都引印回来 那那个时候以为就是说有琴有谱子 我就可以谈了 后来才发现到那些执法 就是执法 光看文字看得懂 可是就不知道怎么谈 因为因为它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 光用文字形容啊 不足以表达 就谈琴该怎么谈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找一个老师来学 那经过朋友的介绍 那么在台湾有一位这个国宝籍的人物 叫孙玉琴 他谈古琴 那因此我就回台湾来拜访明师啊 那经过他的好几次的这个测试 后来终于愿意肯收我了 我父母就带着我一起去行这个传统的拜师礼 就跪下来磕头 那就从此进入他的门身 入室弟子 然后就开始学琴 弹琴它是表达一个人的修养的 其中之一 当然写字也可以表达一个人的修养 但是入人心啊 最深的莫过于声音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看一篇画 虽然可以很感动 可是不像声音可以直打 打到我们的心底 所谓动人心学嘛 所以声音的力量啊 那是第一大的 所以呢 我们既然琴是动人心的 在古代呢 在汉代 包括刘相他讲的琴者敬也啊 然后古代一些对于音乐的论述啊 在心为智发言为深嘛 所以这个心声就是说你心中有一种志向 透过这个音乐表达出来 所以既然声音是终结你一个人的修养 所以我们必须要弹琴之外的弦外功夫啊 那就是要去修炼的 要不然你弹的是什么内容呢 你传达什么呢 所以你光有技巧而没有内容啊 那这个不是我们古琴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因此呢 我们在弹琴之外的 所谓琴琴书画嘛 以琴为首 包括书法 也要写 要读书 要旅游 这个行万里路 然后圣读万卷书 然后还要修养其他的 比如说你的武术啊 啊 练器啊 打坐啊 这种修行啊 因为这些都可以 帮助我们在弹琴的那种境界的提升 所以一个弹琴啊 不是说光坐在那里弹出一个音乐而已 而是它所传达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就有高低 所以古代有这个宗子琴跟余伯牙 所谓知音的故事嘛 就是余伯牙一弹 他智在高山 宗子琴一听 哎呀你弹的是高山啊 然后他智在流水 宗子琴一听说 哎呀你弹的是流水 那么他说你就是我的知音 像这种就是说 弹的人要能把高山的境界弹出来 听的人也要有听出高山境界的这种学养 所以这种知音是互相的 所以我们弹琴啊 是要先修炼好自己其他的部分 是这样子 讲到这个就包含我的家庭 就是我从小的影响是我父母啊 那父亲本来就是个诗人 也是个书法家 那所以我从小就看他作诗写字 那么这是从小的家庭教育 他也让我们背书啊背诗啊 然后呢除了我的琴以外 我有正式的拜一位书法老师 书道的叫张龙岩 那是在纽约 因为他原本是一专第二任校长嘛 然后那个我们有幸在纽约碰到他 就跟他认真的学习书法 然后呢碰到了这个 孙玉琴他除了弹琴之外 他修习禅宗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禅宗的这种 学习跟硬心 然后吴兆基老师呢 他修的是道家的 道家的功夫 所以呢我们在修道啊 弹琴还有包括气功太极拳啊 我们都有兼修啊 那所以始终的就是说 可以说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对于西方的音乐的这种影响 到了后来主要是这三位老师啊 更当然跟我家庭的也有影响 而改变了我后来的走的道路 其实也都蛮奇妙的啊 因为啊你晓得我本来 对于就是因为是在搞流行音乐 在弹吉他唱歌嘛 所以对于古琴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统 一直到纽约我才认识到 那后来是从纽约再回台湾 所以那个时候在回台湾之前 我已经在从事创作 那个时候六十几年我得了那个金鼎奖 那个这些作品就是我在纽约创作的 所以我原本是要走一个专业的音乐的一个作曲家的一个路程嘛 所以也得到了这个政府的鼓励嘛 所以我在纽约当然各种音乐也都听 当然各种也都在想未来的路 所以后来碰到了古琴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深深喜欢 而且被吸引 所以才有想到就是回来认真要学的 那么当时回台湾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师在哪 所以透过原本以前的老朋友 说有一位孙玉琴老师 那么他带我到他家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孙玉琴 那么当然那时候只是初初认识嘛 那当然我表达了想要学习的 那么那么他当然也很大方 那也就问了一下 我是何许人也啊 在美国多年以前学什么 然后大概也知道我也喜欢音乐作曲啊 也得过奖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可以学 后来呢才正式的就是父母带着我 准备传统的那些素修啊 拜师帖啊到老师家就行礼客头 虽然礼仪很简单 可是它的意义是很深重的啊 那么拜完诗以后呢 就到他家上课 第一天他就是喜欢喝茶啊 所以在他桌子上总是有茶 叫我喝我喝 喝的时候就坐下来 东聊西聊啊 从这个天文到地理啊 上天下海人世各种故事啊 然后当然要我讲讲讲自己啊 这一些经历啊我的学习 然后一看时间到了 东他说下课啊 这就是第一堂课 那我想大概老师对我还不够认识 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后来第二堂课我按照时间又来了 第二堂课呢就是喝茶啊 因为他养了一只八鸽鸟 就在那边叫啊 我们除了喝茶以外 诶这回桌上多了两本书 一本书是中国绘画史 有很多图片的 一本书是中国书法史啊 这里面就是一些画册 这里面有颜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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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的这些三水画 然后书法呢当然就是历代的书法啊 从经文到这个草书 什么米符啊 黄山谷啊 苏东坡啊 这些八大啊 但是因为我本身是学艺术的 所以这些对我来讲也不陌生 所以就他就在这个我看画的时候 言谈之间 我就说这个我也学过啊 我也看过 我也了解什么什么 就这样沟通 但是呢就是一抚一抚看嘛 也花一点时间 不知不觉 东又下课了 他就说下课了 后来两堂课 我出了他家门我就在想 奇怪 琴就挂在墙上 我是来学琴的 他怎么也不教我弹琴啊 是不是学费没给 有啊 是不是没有拜师也拜了呀 后来我想奇怪 好吧 等第三堂课再说吧 第三堂课去了 又是喝茶 然后他就开口了 他说 你知道我除了弹琴之外 我还修炼这个禅宗 因为我们知道有个南淮景嘛 南淮景它不是有个老古文化出版社 有很多这个题字啊 都是孙玉琴提的 呃 后来那个南淮景在打太极拳的时候 旁边的古琴伴奏也是孙玉琴 也就是说他们是一起修习禅宗的 也就是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然后他说 呃 禅宗啊 有话头跟公案嘛 他说我现在让你来掺个话头 他就说了一个 藤禅树 树禅藤 树倒何如啊 要我掺 这叫掺话头 那我心想 哎呀 禅宗这种答案啊 一定是非常的诡诀的 你绝对不能很简单的回答它 而这个答案要一定很绝妙 对吧 所以我就坐那边想 这个答案也不好 那个答案也不好 想来想去 始终没想到一个最好的答案 哎突然时间又到了 他说下课啊 这就是这三堂课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琴就挂在墙上 他也不跟我提 也不交 这三堂课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等到第四堂课来 他才把它 在他的书架上把琴谱拿出来 一丢 他说你就学这个啊 从此我才开始弹琴 那么这就是我对第一位老师 学琴的这个经历 那么事隔多年后啊 等到我也为人师表了以后 也在教学弟子嘛 我就在思考 我学习的过程 老师是怎么教学生的 后来我想到 孙玉琴的这前三堂课 哦我终于了解了 第一堂他讲聊天 人生啊 讲的就是说 我们做人啊 还有我们各种经历 经验 跟我们这种个性啊 的看法 对事情的看法 所以这我们弹琴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一个做人 第二个呢 我们要弹琴必须要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背景也是要了解的 所以他让我看书法看绘画啊 在这个艺术方面也要有一些涵养嘛 啊 那第三堂课呢 谈琴啊 不只是艺术而已 它要提升到一个道的层面嘛 所以他讲禅宗啊 讲这些修行 哎 讲这样子的一些背景 那所以啊 我才晓得原来这种高明的老师啊 他是不会跟你讲明的 让你自己去领悟啊 这就是我对孙雨晴教学的这种一个经验的记忆 话说大陆开放的时候是大概八十年代 那那个时候台湾呢 就基本还没有正式的可以去探亲嘛 那也许是刚开放 那台湾还没有很多人去 那我呢 从小因为家教的关系 因为我父亲是这个从大陆过来的 我父母都是嘛 所以呢 我们在大陆还有家人 所以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 父亲就想到大陆还有家人嘛 就是告诫我们说 我们的还有家人在那 所以我们是哪一省人 住在哪里 后来我从美国拿着美国护照啊 就是去大陆就比较容易嘛 然后我就啊 就从那个纽约直接飞到上海 到了上海看了一下十里洋场啊 然后上游天堂下游苏寒嘛 我又去了西湖啊 当时听着我自己坐着逍遥游那个 那个唱片哪一个walkman 那个时候有walkman 夜游西湖啊很美 后来西湖玩完当然要去苏州了嘛 后来这时候都是坐火车 到火车就坐到苏州 然后 所谓国外的外宾只能住在一条路上 叫十全街 那些对外的旅舍啊 你不能乱跑的 那个时候还不能用人民币 用了外汇券啊 那吃完饭呢 就逛这些这些纪念品部嘛 诶我看到一张国画上面画的一个老子在弹琴 我突然一想 诶苏州有一个老先生弹琴的很好 我就问这个老板 我说我要来找一位 听说苏州有位老先生弹古琴弹得很好 他说弹琴的好像有人到隔壁问问 我隔壁一看苏州大学 这个工艺美术社 也就是那个时候师生做一些手工艺品 来换一点外汇 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很穷嘛 那个时候比如说画蛋壳啊 剪纸啊 什么这些手工艺啊 我一进去看到了几个退休教授 在那边下棋喝茶抽烟 我就说隔壁的那个老板叫我过来说 我要找一个弹琴的老先生 说来这里问 他说你是谁啊 我就把我证件给他看 他说你等会 就叫前面的工读生说 去武府回报有人找他啊 后来我就在那里看他们下棋聊聊天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 学生骑脚踏车回来了 说武府说今日已晚明日请早啊 那时候已经吃完晚饭了 好吧 那明天早上怎么去呢 我又不知道地方 后来这个学生就好心 他说他来带我 那么一大清早啊 乘务尚未散尽的时候 那个学生推这个脚踏车来 我就跟着脚踏车后面 青石板道路小桥流水的苏州 那个时候的老苏州啊 然后后来终于到了一个房子 我一看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的宿舍 后来他就帮我敲门 然后我一进得门去啊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神仙啊 这个吴兆基也是留着这样长长胡子 穿着一件棉袄 因为那时候是冬天 前面呢烧着一壶热水啊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烧煤的 有一根管子接到窗外 所以那个水蒸气冒出来像云一样 所以一个神仙在云里头啊 就这样望着我 然后他的后面是窗户 窗外阳光照进来 金光万道 我一看哎呀 这是一震 怎么像个神仙一样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是某某某 想要仰望先生啊 希望能够来拜望 然后是否能够听您弹一曲啊 那后来他说好 那你请坐 他就弹了一曲 哇 我一听到真是太美了 后来又弹一曲 我的精神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他弹完了 我都好像还没回过神来 等到我回神的时候 我就说哎呀太棒了 我说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荣幸 拜在先生门下给您学情啊 那后来他就摸摸胡子说 哎呀 你我初次相见 若是有缘 以后一定会再见的 那他基本就是拒绝嘛 后来我想好吧 那既然以后有缘再见 那我就出门去了 然后继续我的神州大路之行 下一站坐着护航用铁路 就到了南京嘛 从这个到了南京 因为南京是我们国民政府在那 所以到了这个名校林 最后到中山林 就是中国国民党葬总理于此 那我就去拜业了孙中山以后 就坐在那个中山林的那个楼梯上 就远望着龙盘虎聚的这个南京城啊 那个时候就坐下来思考一下 到底我的未来音乐的道路嘛 因为我还是那时候住在美国 就是我回去继续从事我的音乐创作呢 那因为古琴在学习上面也碰到了一些挫折 那是不是要继续往古琴上去研究呢 那现在有个老师也碰到了 我是不是要再去找他学起呢 还是说我就好好的专心作曲 后来我决定这个古琴我实在太喜欢了 而且我觉得就算作曲 你也要有更多的丰富的知识嘛 更涵养嘛 所以后来我想还是先去学琴 后来我也就停止了 我往再往别的地方旅行了 我跳上火车坐回苏州 一到苏州已经是半夜了 晚上了嘛 还没有到半夜就是晚上吃过晚饭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大路是一片漆黑啊 不像现在的光害啊 那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带手电啊 就是手电筒 结果呢三轮车带到我一个地方 因为苏州是一条路一条河嘛 所以过不去 所以必须要走 结果我一下了三轮车就迷失了方向 后来看到地上有一个路灯 一个人拿着手电筒 我就拿着当时物照机给我他的名片 我说我要去这个地方 后来一看我是个女儿 她说你就跟着我走吧 我就跟着她的灯光 左转右转 后来还帮我敲门 动动动 哎 然后就不见了 就走了嘛 我说哎 还没谢谢她 一出来看哎 人没有人了啊 所以不知道碰到什么了 但是呢这个说时时那时快 这个门就嘎 开了那个灯光照出来了 我赶快再冲进去 哎 结果是她儿子开门 一看哎 你怎么又来了 我请问吴老师还在吗 有没有睡觉啊 睡了没 她还没有在房间 后来我说我能再见她一下吗 哦 好 后来就门一打开 哎 吴老师正在那边休息 一看到我来了 她很诧异 啊 我就说 哎呀 吴先生我这个想一想 还是回来看能不能跟您 有机会 跟您学琴啊 啊 她说 那你以前谈过琴吗 我说我跟台湾的孙玉琴先生 学过一点 那你弹给我看看啊 嗯 后来 我就在她面前一弹琴 因为她收藏了宋代的琴 距今已经快一千年的琴了 哇 我从来没弹过 啊 就感觉我拜师成拜 就在此一弹嘛 那因为旅游在外啊 我们弹琴的说 三日不弹 首身荆棘啊 啊 心弹要练的嘛 那太久没弹了 而且我刚学嘛 啊 当然弹得不是很好 嗯 但是还是要硬着头皮弹啊 结果我一弹 哎呀闷不成声 然后就很紧张 结果这个时候 吴钊基老师就忍不住了 跟我说 哎你那个手指头 不对 应该要怎么样 哎呀 那你那个手指头又不对了 应该要怎样啊 后来 后来她就摸摸我的手 然后摸摸我的骨头 然后看看我的相 啊 然后就开始问 我是哪里人啊 从哪来啊 啊 后来讲了以后 她说 啊 也是你我有缘 万里来相会 我一听到这句话 赶快站起来 跪下来就磕头 啊 后来在我寒泪的眼中 看到微笑的先生嘛 那就是完成了拜师礼 从此 我就每年 我从纽约飞苏州 每一次去都一段时间 这样十年一直到她去世为止 啊 所以在她一生的这十几首琴曲 啊 都学到了 不但如此 有一次上课呢 她把她的老师啊 做的琴 然后她自己安的灰 就是琴上面这个灰位 啊 这床琴就送给了我 这个基本上 呃 像是这个 呃 像是传承一样啊 呃 就是一些这种意义非凡啊 那后来 又上一次 又又有一年上课 她说 我呢 除了弹琴之外 比弹琴更早的时候 我十二岁就开始练舞 然后那个时候就练太极拳啊 然后也拜了几个老师啊 包括陈维明 后来 一个拜的李湘远啊 就是好为真的门下 所以这是武士太极拳 她说你要不要学啊 我当然要啊 后来 那在学拳之前 要先打基础 那就要学弃功啊 所以弃功太极拳 她一起交给我了 然后跟古琴啊 那所以 当时 学这些东西的人都不多啊 那所以这就是 我跟吴兆基的一个 学琴跟学道 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所以呢 日后我就 好像被改变了一样啊 就是这个弹琴啊 修行啊 是这样子的原因 没有瓶颈是个人自己知道的 困惑也只有自己知道 当我们去跟老师学习的时候 就老师教什么 我学什么嘛 对不对 那但是自己在思考自己人生的道路 你才会想这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 就是说 在他规划日后的人生 跟他之前所学的 有些东西是产生很多疑问的 然后而且跟你所喜欢的东西 并不一定是完全一样 就算是一样 那后面你要怎么走呢 啊 你是去工作还是去深造 那这都是要选择的嘛 所以人生的转捩点跟瓶颈啊 通常都是在这种时候 所以我也一样啊 就是只有自己去想清楚 然后呢 不但要想清楚 而且还要坚持下去 要坚持下去 还要深入下去 深入了以后你就要更高啊 所以一个是薄 一个是约 一个是深 一个是高 啊 这样子才能作为一个人 他学习的一种方法跟目标 所以坚持是很重要 那当然 拜到很好的老师 他会开拓你的这种视野 而且好像会 给你一些智慧一样 那么通过这些东西的学习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要不然他就算给了你东西 你又没有消化 那还是没有用 所以你刚刚的问题就是 包括困惑也好 迷惘也好 基本都是自我的对话 才能解决的问题 是第二个人外人 是没有办法帮你的 2004年 我正式就是出山 就是办了一个读咒会 还包括我的书法 因为我刚刚讲到 我的书法的研究 那我认为书法跟古琴 它是一体的 所以我从纽约到台北的两个地方展览 然后又到了就是就是台北 纽约是在那个华侨文化中心 台北是在紫腾炉跟时空一郎 然后到了苏州的上 苏州博物馆 然后又到了北京的政协礼堂 我这样子的一个巡回展演 就是书法跟古琴一起 那么在那个展览完了以后呢 后来第二年呢 就被青岛大学请去当教授 跟那个古琴研究室的主任 又过了几年呢 那再我就回到被南华大学 台湾的南华大学请来 当这个古琴的专业教授 那所以06年我为了回台湾 就是因为我已经到东方 不管到大陆也要到台湾也好 我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所以就找到了这个朋友介绍 在阳明山那个平登里那里 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学生 因为都来跟我学习的就比较多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中道琴社 那么在两岸大陆跟台湾都有 那所以成立了琴社以后呢 那越来越多活动了 演奏会啊 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那么大家就想说 当年我们孙玉琴先生 他就想说要成立一个古琴协会 那么跟几位师兄讨论 他说就叫我来起头 那他们来加入这样子 因为当时我学生大概也比较凝聚嘛 所以后来好吧 那我就成立了 那么那是在08年就在阳明山上成立 然后成立了那个中华古琴学会 我就要开始办活动啊 所以我们就找了好多地方去办 不管是钱穆故居啊 林语堂故居啊 还有这个在北投文物馆啊 我们办了一些音乐会啊 展览啊讲演啊 可是后来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找一个固定的点 这样的话可能做长期的规划 要不然每一次去借场地 只能一次两次活动就没了 也不能累积 后来呢就找到了现在齐东街的这个日式宿舍 当时刚修好 然后就去跟文化去谈 那后来这个必须要公开去竞标 那么我们就提出我们想要在这里做勤管的意愿 开出一些条件 最后我们得标了 那所以就才成立了台北情道馆 那么成立台北情道馆 那时候 嗯 就是差不多在五年前 然后我们就一路在这五年当中啊 建建立古琴的文化 教育传承 推广 跟这个交流啊 所以 就是免费开放 让这个国人都可以来看 那所以有很多国际的这个朋友也都来往 像譬如说明天后天那个德国柏林哀乐不是要来吗 他们有几个团员老早就写信来说要来参观 来听古琴 那这都是他们来台湾的规划 也就是说 我们台北情道馆的成立啊 是基于中华古琴学会成立要找一个地点 要来活动 所以才找到了齐东街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所有的管理啊 我们的经营啊 也就是我们在维护这个古琴啊 所有这些重担啊 全部落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也是当时始料未及的 不过呢 我们这几年下来 也算有一点小小的成绩 我们对于学生没有任何要求 因为只要来学我们一定都教啊 是学生能不能学得下来的问题啊 因为毕竟很多人说古琴啊 难学易忘不好听啊 叮叮咚咚声音又小啊 然后啊 手弹了可能还会痛 哎呀这谱子很难懂 看不太记不得啊 要背啊 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但事实上 其实古琴是 好学 不会忘又好听啊 因为那个难学易忘不好听 跟呃 好学不会忘又好听啊 其实那个是他们的一个托词 事实上古琴很容易学的 只要波动就有声音 不像我们学小提琴你要学拉弓 我们学那个喇叭还要吹还要练 这个弹琴只要一拨就有 你说好不好学 很好学的 那只要你弹会了 因为我们的谱子 不是记在脑子上 记在手指头上 为什么呢 这个弹完按这个 这个弹完按这个 你只要把这个动作连续起来 是不是记在手上 所以你看他怎么会忘呢 这是一个连续动作嘛 那声音啊 这么好听的声音 低音可以那么沉静 高音那么清润 这些都是音乐的修养 就好像我们中华的美学 比如为什么你们女人喜欢黛玉 因为润嘛 我们这琴的声音也很润啊 那我们喜欢安静嘛 所以古琴就一听就会让你安静 那古琴又动人心弦 又讲的是行而上的 重点我们的感情一下就抒发出来了 哎 不是只是去夜店 蹦蹦蹦 完了以后回家睡觉而已 它没有什么东西 它会让你回到 会让你回味 就像我们喝茶一样 哎 所以这个古琴啊 有诸多好处 而且弹琴的时候就像打坐 哎 然后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精神啊 很静 呼吸很平顺 啊 所以弹琴是可以长寿的 欧阳修有一篇文章 给他的杨真 要到南方 他说呀 你身体不好 你的情绪也不好 你只要弹了琴 身体又好 情绪又好啊 哎 所以弹琴有诸多好处 嗯 所以我们对学生没有要求 只是学生还不了解古琴 或者是说 啊 现在是一个很繁忙的时代 啊 大家可能静下心来的 这个机会不多 但是 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更需要古琴 所以我们要转变 啊 这样子的态度 所谓现在流行慢生活嘛 嗯 乐活 我们现在这个琴是最慢的 最乐的 嗯 不管怎么样 我留的血液就是我们 中华传统文化 那么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地球村的时代 你敢说你没有受到西方影响吗 所以我们这每一个人都受到了 若干多少的这种 呃 各类文化的影响 像我在听音乐上那是完全没有限制 包括非洲的音乐 包括南美的音乐 包括南亚的音乐 包括这个各地的音乐啊 啊 听着随便听都可以 尤其现在资讯爆炸 那么 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啊 啊 那我们从古谱上来看 那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中华文化的修养 你才能够表达出古代人他的精神 情啊 就是你自己嘛 就是因为它是代表你所表现出来的嘛 那古代讲情为何物的也讲了很多 比如说白虎头上情子敬也 就是敬邪音 就是你弹琴的时候 邪念不会进来的啊 那么琴也是心声嘛 啊 情为心声 书为心话啊 所以有很多讲情是什么的 但是我呢 总结四句话啊 啊 来代表情是什么 第一个 情是天地物我的通合 这是天人合一嘛 就是明包物语啊 就是天地嘛 大自然 物我 这个两个二元的东西 我们能沟通能合为一 啊 这是第一个 弹琴就可以透过弹琴 可以去悟到这个部分 第二句话就是 情是行神意气的修炼 我们弹琴的时候 我刚刚讲 为什么弹琴是一种修炼啊 我们的呃 行就是我们外向啊 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 是一动不动 只有手动 动中又有静 静中又有动 啊 精神是一种像在打坐状态 这是行 我们的精神啊 然后我们弹琴手指头 我们的意念过去 意念过去就有气就有能量 哎 所以行神意气啊 这样子的修炼啊 第三句话呢 琴是人我心灵的会蒙 我弹一首悲伤的曲子 听者啊 听的人也感觉到悲伤嘛 我弹一个快乐曲子 听的人也很快乐啊 所以在这个当下 我们的精神是交流 交汇的 然后共同有个盟约啊 这是我们是快乐的 你也快乐 所以读乐乐 是一样的啊 我们哀伤 我们对这个琴曲 讲的是这个项羽的楚歌 我们一举同情之类 大家都对项羽一举同情之类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个共鸣 所以这个有共鸣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 我们知道道的形成啊 它是自自然然的啊 可是德呢 德是要修炼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德 这个国师啊 有德的国师 那德怎么修炼呢 就从弹琴修炼嘛 因为弹琴可以连接这么多 这些元素 所以我们弹琴德化 如果我今天弹琴 你也来学 他也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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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一个房间我弹琴 我这个小猫小狗听得很舒服 他就会睡觉 我要是心有杂念 诶 小猫小狗就感觉到 他也不舒服 他就走掉了 你想想看 如果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平和的心 是不是散发出一个很和谐的能量 如果说整个地球都散发出能量 就会影响宇宙嘛 所以就不会往坏的方向去嘛 不会往坏的方向去 我们就可以常住久安嘛 所以从心到物到外头 所以我们弹琴最终的目的 是要德化宇宙的至善 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孔子说真是美善 不是真善美 是我们现在有真才能达到美嘛 有了美他最高的境界才是善 所以他讲听五月 敬美亦未敬善亦 听韶月敬善又敬美 所以就到了最高的善的境界 所以我们弹琴也希望 能够终极到一个至善的境界 周围会面 看高明闻 在大陆之外 就能够终极到两个人 就能够终极到一种 大陆之外 这三个人 不太想要 百证之外 有点不太想要 虽然有点不太想要 有点不太想要 这个大陆之外 感谢观看